就是非常感谢这个韩雷老师让我们看到他精湛的记忆 当他说到在升国旗那一刻我们心里都会有触动 但我在此也想送给韩雷老师一份礼物 因为你代表了不仅是你个人 更多的是我们中国的所有的传统文化 向世界展示的平台 那我也希望我看到了刚才那个图片的呈现并不美 真的 你的产品和图片可能不对位 那我想我整体的帮你打造一套 你对外所有呈现的你个人的视觉和你产品的视觉 免费吗 免费 太好了 最少价值五万以上 所以说我觉得我希望当我们把中国文化传统地去 用视觉呈现的方式推广到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 这也是我觉得今天我想也是应该我做的一份小小的一份心意 也是我的责任 有心了 一鸣 感谢 谢谢 人事拍也是技术非常精湛的 说了这么半天 说得大家肚子都饿了 接下来 你看 你看 杨蓉已经迫不及待 那就杨蓉来 我们邀请三位企业家 一名必须得来 再邀请一位谁呢 韩依吧 凯元吧 凯元吧 对 我一定要试一下 来 有请三位到台上来 带点花生下来 近距离观赏一下翻堂的作品 观赏一下韩磊的作品 来吧 几位近距离地看看 尤其是凯元看看这双鞋 从你这个做食品的行家角度来讲 怎么样 我觉得中国的传统是同行之间是敌视的 其实我每次看到这种东西 我都特别兴奋 对 因为我们是不做方糖的 但是这个东西真的是 我觉得他们做得非常的好 那两位女士要夸一夸 我觉得这核桃做特别好 她想吃大的 给她这个核桃壳上的纹路 松鼠也适合吃核桃 也可以给周伟带一个 对 带一个 然后这个 一鸣 你觉得哪个 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陈皮 陈皮 药材 陈皮特别好 你想吃陈皮 来 你告诉他们 我刚才啃的那一口 这个瓶值多少钱 你告诉他们 可以说吗 可以说啊 说吧 多少钱 我们都是两万到三万起的 真的 真的 我记得把他拿钱 但是 韩磊一看到 我长得这么帅 在台下就跟我说 大老师 我允许你啃一口 不收你钱 我一下就替我们节目组 省了一大笔的费用了 非常感谢三位企业家的点评 请回到座位上 临行前请一鸣和杨蓉 分别取一个小奖 小礼物吧 来 来 我想拿一个核桃 你不要花生啊 我以为你要早生贵子呢 那我拿个陈皮 来 拿一个陈皮 你给周伟带一个 你给周伟带一个 大老师 我觉得韩老师 可以给非你莫属 定制一个翻堂标准 对 因为它是保存很久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感的 稍等啊 你看你来都来了 我们也给你做宣传了 是吧 也好吃 就是 你是不是回头 给我们定制一个 非你莫属的翻堂作品呢 可以啊 我说呢 可以吗 太好了 谢谢 谢谢韩磊 我们也期待着 有一句话我想送给你 很多人说 择一世 爱一生 对 我希望你和你的太太 今后在翻堂的 这个事业当中 发展得越来越好 让你们的生活和事业 都能像你们的作品一样 甜甜蜜蜜 幸福永远 谢谢韩磊 优优独特 M靠近